晚上的6点25分 吃过晚饭以后我要去打针了 到地方了我要进去打针了 我这满是针咬的手腕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炸了 你看前半天生鲜店还开门呢吗 没有 进去买一个西瓜或者是哈密瓜 回头再告诉你们为什么 先卖个关子 买的啥 回去摸摸不能睡吧 才8点 睡了 那岂不是买这个西瓜 只能我们吃了吗 给它拔了起来 有鸡眼 进院先取快递 跟我吧 你们猜猜是什么 刚才给你们卖了个关子吗 为什么买西瓜 是因为买了它 那瓜多钱买的 40 啊 那你怎么买呢 40你也买 你这刀不是赔了吗 我们俩出门太着急了 都忘带钥匙了 先把快递的外包装撕掉 这两天都在家拆快递 在屋里边拆 好多朋友说太不注意卫生了 吸取叫醒 所以在外边拆完它 我俩忘带钥匙了 我俩忘带钥匙了 萌萌睡了吗 完了 这是我新买的两把菜刀 我家之前那个不是黑色的吗 你们说总是看的太旧了 所以我在网上又买了两把 然后呢 为什么要买瓜呢 就是想给这菜刀开个章 正好我姑娘还爱吃 结果回来了 我姑娘睡着觉那种 没办法了 勉为其难 我俩先开个章吧 这怎么像冬瓜呢 这西瓜 不那么切 吃不了多少 对 快吗 早上嘎肉能吃到快不快 那买错了吗 对 要上冰箱那缓一块肉吧 那嘎肉能看得很快 你切那么大的嘎呀 这西瓜花了40块钱 太不值了 你瞅瞅这个颜色呀 其实不应该吃西瓜 你知道吧 不是应激的水果 对 你给奶奶送点儿去 嗯 奶奶还没睡还能吃两块 萌萌睡了 萌萌睡了 你知道你吃是像啥吗 像独八戒 我真没法再说 真受不了你 你俩可 本来呢 我买这个西瓜 是为了验证一下 我们那个刀快不快 顺便把给我姑娘尝一尝 因为我姑娘愿意吃西瓜 结果回来以后 我姑娘睡着了 然后呢 这个刀呢也切完西瓜了 最后验证了一件事就是 刀不知道快不快 西瓜倒是挺甜 我旅哥说 来切肉才行 明天缓缓肉试试吧 就这瓜好清风 已经花了四十块钱 我现在二十块钱够了呗 哪些四十块钱才能卖 谢谢